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可以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阿禮 今天有一個聽眾問我一點點 就說 你看到 如果這間屋有大型電纜距離多少為之安全 避免撲射 其實這個問題無論你在香港或者英國都會遇到 如果在香港新界地區周不時都有 我以前在一間村屋 隔壁就是大型電纜 但很便宜的 70多萬港元 1千多呎花園 這些是20年前的事 如果在英國你遇到怎樣處理 例如你有沒有 有沒有意識是怎樣為之安全 我沒有 但不懂不要緊 這個是一個少少常識問題 看看大家認不認識 在英國 反而沒有那麼多 英國因為他們 除非你住在 所以真的 就算高壓電纜的電塔 都不是那麼多 而且他們因為地方大 盡量 都不會在它下面 或者附近 我見就是這樣 我沒有見過真的有些屋 在這些下面 反而香港就多了 香港的村屋 譬如我們以前做工程 經常都會見到 亦都試過 我當時做工程 亦都試過 拿過 即是那些 輻射錶出來 是事實上 是有 很厲害的 即是發得很厲害的 那個錶 但是這邊 這邊 暫時 我見 會有這些 電塔 但是都是小型一點 還有 附近都沒有什麼屋 我眼見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即是 我這裏附近 在格德斯谷附近 就不見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 英國其他地方 就不知道 當然 你要離開一段距離 才影響沒有那麼大 即是這樣說 阿禮爺都說了重點 其實英國很多樓 我來了那麼久 是很少見到電纜 除非你去一些很郊區的地方 賣那些不知什麼屋 我不是說 這位是正常 我真的 我真的見過郊區 是有的 屋附近真的有的 但是如果 你說我住市區 又或者 沒有那麼郊的地方 真的很少見到 那麽大型的電纜 不要緊 那麽也好 Kris哥為了你 亦都找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亦都很詳細 說了 這篇文章 因為太長了 我用機械人 機械人 語音 播出來 Kris哥 不讀了 我講了重點 我講完重點 等下用機械人 語音 播出來給大家 其實有個表 這個表 我都精心為大家 找了出來 這個表 是講出 對 有什麼危害 其實 電纜有多種 你要看 那隻電纜是 1KV 35KV 66KV 如此類推 你看到這個表 有寫 1KV是1.5米 35KV是3米 6KV是4米 我以前在香港 見到那些 那些高壓發射站 起碼有30米以上 基本上 一定安全 他都講的是6米 8米 最高的 他說那隻 35-110KV 那隻高壓電纜 安全距離8米 我想 短股都遠過去 不會起到監獄那麼近 我只能這麼猜 其實 這件事 我覺得 不用太過分擔心 是吧 麗爺 看到這個表現 有什麼意見 說一下 這個 其實 一般 有兩種 一般 有兩種 這些情況下 有兩種 一種 其實是 供電 供電 譬如香港 廣燈 或者中華電力 它會有個指引 給一些 臨時 臨時 我們可能做工程 他就有些指引 告訴你 你在我們下面做事 你也知道做工程 你可能有些 吊運 或者各樣東西 你會新高 所以他們會做一些 境界線 高度的境界 有個好像龍門架 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們超越了龍門架 就會有危險 那種危險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會觸電 是不是 或者 他會說明 甚至他會說明 你會是 潮濕的天氣 就會 更加會 更加危險的 所以他會 有個 安全的係數 給你的 通常會 鬆一點 這樣 但另外一種 就是你永久性 就是你那個建築物 在那 那 當然 他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 剛才所說的那種情況 就是他一定不會 你不會觸電 是不是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喂 是不會觸電 剛才 Kris哥給你 讀那段文章 就是在機人語音 讀那段文章 就告訴你 不同地方的研究 就發現 在這些高壓 電纜下面 就會 有影響 影響到人的什麼 會有腫瘤 或者各樣東西的問題 那 不同的地方 可能不同的地方 他有不同的標準 因為他們 可能的研究 都是 不同 或者 他用的電 電壓都是不同的 所以 未必 一模一樣 如果你去到的 你就可以自己 可以再查一下 英國的 你可以查一下英國的標準 這個可能是香港的標準 這樣 大家要留意 這件事 但是 都是 但是 最重要的是 其實 有得選 你可以不用選這些 是不是 第一 第二 我又不覺得 這裏的那些屋 很接近 這些高壓電纜 我沒有見過 就算去到 格拉斯哥 或者 或者我們搭車 我上次去旅行 過去 見到那些電塔 附近都是沒有屋 我想 你不需要擔心 這件事 但是如果有的時候 你就自己 警惕一下 你需要不需要 一定要買那間 或者 你覺得 你覺得 心裏面 覺得不安全 你可以不選 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 不是 我真的很喜歡 那間屋 我想你需要 找一找 資料 這邊的資料 是不是 這個呢 可能是 香港的標準 這樣 那 Chris哥 想跟你說一件事 我跟阿黎爺 意見一致 有得選就不要選那間 哪一間 第一 你不要計 你日後會不會 在那間屋 晚上 你一定在那間屋睡覺 那段時間 你睡覺 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吸收這些輻射 那你會吸收了 每天都吸收幾年 你就中了 好意買一餐送 所以有得選就不要選 第二 因為這個標 寫的要求 很短的 這個文章 有一段 值得說的 我都讀一讀 高壓電磊 輸透心臟 及癌症 國際 衛生組織 WHO 以確認高壓電磊 輸電產生的 功率 電磁場 是 人類 可置 癌物 大量研究 證明了 公平電磁場 與另外一些 人類的疾病 例如 神經系統的疾病 關係性 居民 尤其是 兒童 老人 對於 公平電磁場 更為敏感 更容易受到傷害 科學研究表明 220kV的高壓電磊 周圍40米 即是300米範圍人 會患白血球病 其實他好像說得很遠 他說220V高壓電 周圍40米 周圍40米 敢一 敢一 會滑白血球病 對 他這個數和我剛剛右邊的數是不同的 我其實想 為何要說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數和我剛剛隔壁的表不一樣 所以 我就會 剛剛的表是慘了 你不如跟回世界衛生組織WTO這個吧 當然啦 所以我不是告訴你 嚴謹點 所以我不是告訴你 不同的地方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你盡量可以避免就避免 因為你 就是這樣說 他甚至沒有說40米 這個只不過是他那個 紀錄上面或者研究上面 收集到的紀錄 結果 事實是否一模一樣呢 沒有人 可以全部擔保你的 就是這樣說的 還有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高壓電磊直徑 1.6公里會有影響 說明 1.6公里 其實他的標準很高 我覺得他的標準很高 基本上 這個是 WHL的 WHL的 香港呢 就會好 還有 導致K型兒童比例四倍 有小朋友你最好沒住這些地方 還有會非常嚴重的 會導致 肝癌症 白血病 幼兒白血病 患率會增幾倍 不容忽視 就這樣說 Chris哥 覺得 可以選擇就不要選擇那些屋 你如果真的很擔心 你就不要選擇 我覺得就是這樣 因為香港 譬如香港很簡單 香港 那些高壓 電纜 或者電塔 做了很久 因為香港 又不夠地 所以呢 你去新界的地方 會見到很多 沒有 一定要有 40多米 或者1.6公里的嘛 是不是 那反 如果40多米 都沒有建屋啦 我吃什麼呀 吃豆呀 尤其是 誰說的 尤其是屯門那些 現在的公屋 幾十層高嘛 40層30層 30層40層 那你說高呀 電纜高呀 又說它高呢 雖然 可能差不多高度 但是呢 它有個距離 就是它有個距離 這樣 究竟夠不夠 那幾 40米 或者 1.6公里呢 我又沒有去看呀 那事實上是屯門 大把這些的啦 出現了些 這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出現了的 不要 說香港啦 說回英國 或者 其他地方啦 你看到這篇文章 下面 它有很多的 譬如 世衛呀 或者 瑞典呀 波蘭呀 美國呀 它有 不同的 研究呀 或者紀錄了出來的 如果你真是很 擔心 或者有興趣的 你自己去論一下 這篇文章啦 事實上是 如果有得選的 你就不要選了 如果你擔心的 有得選 為什麼要選這些呢 今天 趕著這麼多 打後的機閒語音 語音 播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點贊 留言分享 多謝支持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高壓電纜輻射對人有什麼影響 大不大 10kV電壓對人體的影響是無所謂的 現在 住宅小區旅的變配電所旅的電壓都是10kV 變配電所就在各小區旅 而且還是在小區的中心位置 裏面環有一個大變壓器 對人體也沒有影響的 再說大型工廠裏也有10kV的電壓線和變壓器 而且電工每天近距離在哪裏工作 也沒有影響的 220kV的垂直安全距離是12米 高壓電線到底對人的輻射有多大 高壓線的輻射並不大 因坐交流電壓的頻率很低只有50克 而且輸電系統是個閉合系統 而不是發射電路那樣的開放型的 加上高壓線都是高價線和人有相當的距離 對人的健康沒有影響 電纜有輻射嗎 輻射肯定是有的 380工業用電 正常是50kV 可能輻射還好 但是電網實際上存在電快速密充群 尤其是在大功率設備開啟和關閉的時候 輻射還是挺大的 盡量離遠點 而且這個電線就在房間裏面 也不符合規範 高壓電纜有輻射嗎 其實輻射 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講 可以視電子的日出 比如核電暫洩露 患有波雷的 等等 針對你的這種情況 我認為有很大危害 因為電線周圍 通電時 會產生磁場 電壓越高 磁場越強 影響身體機能 輻射很少 輻射跟功率和頻率 因為輸電線的頻率才60HC 而高電壓也不代表高功率 功率應該是電壓X電流 其輻射應該是微乎其微 所以高壓線未必擔心其輻射危害 而更應該關注其高壓擊穿 當在高電壓附近 遇到潮濕空氣 形成有限的電作R 形成電的通路 那才可能導致致命現象 畢竟V2斜線R的功率 在特定條件下 不是很小的數字 高壓電線有輻射嗎 離人才算安全範圍 高壓線沒有輻射 但是有高壓放電和高壓放電的產物 跨步電壓大於1kV的電網 都稱之為高壓電網 安全範圍取決於電網的大小 中國的電網有 110k8 220kV 550kV 等如果是550kV的電網的安全距離 大概在8米以上 高壓線對人體輻射 高壓電線輻射有發心臟病及癌症 高壓線對人體輻射 高壓電線輻射有發心臟病及癌症 國際衛生組織 已經確認高壓書電產生的 公噴電池腸 是人類可疑致癌物 大量研究環證明了 公噴電池腸與另外一些人類疾病 與神經系統疾病的關聯性 居民 尤其是兒童和老人對公噴電池腸 更為敏感 更容易受到傷害 科學研究環表明 220kV高壓線周圍40米 300米範圍內人群患白血病 癌症的機率是其他地區的數倍 電池輻射也會導致孕婦流產 胎兒K型和心血管疾病 對人的危害極大 再高壓電塔直徑在1.6公里都有影響 特別是對孩子和孕婦影響特別大 導致K型兒的比例是4倍 比不再高壓電下生活的比例 300米以內的影響非常嚴重 會導致癌症、白血病、幼兒白血病的患病率增加幾倍 事不容忽視的問題 2高壓電線輻射對人體的危害確實不可忽視 1979年 美國瓦爾特哈馬博士指出 在高壓電網電線路和變電站附近出生的嬰兒 其白血病發病率較正常情況高2.98倍 癌症發病率高2.25倍 1992年 瑞士對200KB、400KB高壓書電線 全線500米範圍內居住1-25年的50萬名居民進行醫學調查 發現腫瘤特別是兒童白血病的發生與高壓電磁場有直接關係 1993年 瑞典斯德哥爾摩斯卡洛林斯卡大學的科學家公布了對43萬名長期居住在高壓線附近的居民的調查結果明確指出高壓電磁場與癌症 尤其是腦瘤和兒童白血病有直接關係 因而世界衛生組織所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於2001年6月將公憑電磁場 即書電線路及設備所產生的電磁場 歸為人類可而致額物 分類號為EV 為減少電磁輻射對人體的危害 瑞典全國輻射協會建議 架設電纜應准可能遠離城市、村莊 以免遭受電磁輻射、美國放射性防止測評會、NCRP、規定、學校、幼兒院、住宅與辦公樓等建築群附近不准架設高壓線 波蘭地區就曾發現 在距離40萬伏的高壓電線50米內的工作人員 產生新心疾病包括精神分裂、憂鬱症、甚至自殺的機會比一般人增加許多 以12000人所做的研究報告也發現 居住在11萬到40萬伏的高壓電線100米內的居民 其患憂鬱症的機會是一般人的4.7倍 在對孕婦的影響方程 法國地區的研究人員曾在距離50萬伏特的高壓電線50米內研究發現 孕婦發生胎兒K型與突變的機會增加了25% 尤其是心臟及骨格的K型 而K型太嚴重就已產生流產的狀況 3.在癌症的發生率方面 經常處於高電磁波工作環境下的員工 得腦瘤及血癌的比率較高 我國衛生部門也曾研究28名因血癌死亡的兒童資料發現 住在距離高壓電線周圍100米以內的14歲以下兒童 罹患血癌的機率是住在100米以外的同齡兒童的2.5倍 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發現 居住在高壓電線附近的兒童 血癌的發生率會增加50% 美國針對638位磁患淋巴癌或血癌的兒童 分別在他們的外室裝上24小時的電磁波偵測儀器 每30秒測量一次 發現若電磁波平均強度大於2毫高C 兒童磁患淋巴癌或血癌的機會就增加50% 若大於3毫高C 則磁患淋巴癌或血癌的機會增加70% 在另一項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 在高壓電線300米內作業的工人 因暴露在2毫高C以上的電磁波環境下 產生血癌的機會較一般人高出3.7倍 在乳癌的研究方面 瑞士地區曾研究高壓電線 電壓介於22萬至40萬伏 100米內的住戶 發現得乳癌的機會增加了7.4倍 英國國家輻射保護委員會認為 達到或超過132千伏的高壓線 在數10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射強度 超過0.4微特斯拉 11-66千伏的高壓線 在10多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射強度 超過0.4微特斯拉 而埋藏在地下的高壓線 只在數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射強度 高壓線到底有沒有輻射? 危害怎樣? 安全距離應該是多少米 這些居民樓頂上的電線都是11萬伏的高壓電線 會產生較強輻射 對人體有危害 國外專家從流行病調查的角度得出有害的結論 國內專家從電學的角度得出無害的結論 2.高壓線對誰的影響最大對少年兒童的影響大 對成年人的影響少 3.高壓線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英國流行病調查人員的結論 居住在有電磁輻射下的兒童其白血病發病率為7% 比居住在無電磁輻射的兒童發病率14% 高出一倍 瑞典國家工業與技術發展委員會的結論 1.15歲以下兒童如果暴露在平均持感應強度 大於0.2微特斯拉的環境中 側患白血病為一般兒童的2.7倍以上 2.藥池感應度大於0.3微特斯拉為3.8倍 美國加州健康科學評價機構的結論 電磁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離患兒童白血病 成人惡性腦瘤 機位縮則索硬化症 流產等的危險性的增加 可能引起自殺和成人白血病 4.高壓線是如何對人產生影響的 其安全指標值 高壓線中傳輸大電流 大電流產生的磁場對人的健康有影響 英國專家認為 高壓線產生的磁場安全值為0.4微特斯拉 T.高於該值,兒童將面臨患病風險 5.高壓線的安全距離是多少 220千伏的高壓線在100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132千伏的高壓線在數10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11-66千伏的高壓線在十數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賣床在地下的高壓線指在數米範圍內的電磁輻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6.我國的高壓線建設標準 遠不能滿足安全要求我國的標準規定 持感應強度低於100微特斯拉就滿足高壓線建設標準 高壓電艦對近距離接近的人有沒有有害的輻射 輻射是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都要經受的 你想空中有那麼多我們看不見的電磁波 如果這根電磁是送進居民用戶中的低壓電磁 我想影響不大的 如果是高壓電線又是裸露的 可能對地磁場有點干擾 會影響人的睡眠吧 而你的情況是低壓電磁又不是裸露的 應該沒有什麼影響的 高壓線輻射安全距離 居民樓頂上的電線都是11萬伏的高壓電線 會產生較強輻射對人體有危害 另外由於電壓高達11萬伏 而且電線設備可能發生故障 因此建築物高壓線有害論與無害論的來源 國內專家從流行病調查的角度得出有害的結論 國內專家從電學的角度得出無害的結論 2.高壓線對誰的影響最大 對少年兒童的影響大 對成年人的影響少 3.高壓線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英國流行病調查人員的結論 居住在有電池輻射下的兒童其發血病發病率為7% 比居住在無電池輻射的兒童發病率1,400% 高出1倍 瑞典國家工業與技術發展委員會的結論 1.15歲以下兒童如果暴露在平均持感應強度大於0.2微特斯拉的環境中 則患白血病為一般兒童的2.7倍以上 2.約持感應度大於0.3微特斯拉為3.8倍 美國加州健康科學評價機構的結論 電池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離患兒童白血病 成人惡性腦瘤、機位縮則索硬化症、流產等的危險性的增加 可能引起自殺和成人白血病 4.高壓線是如何對人產生影響的 其安全指標值 高壓線中傳輸大電流 大電流產生的磁場對人的健康有影響 英國專家認為 高壓線產生的磁場安全值為0.4微特斯拉 高於該值,兒童將面臨患病風險 5.高壓線的安全距離是多少 220千伏的高壓線在100米範圍內的電池輻射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132千伏的高壓線在數十米範圍內的電池輻射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11-66千伏的高壓線在十數米範圍內的電池輻射強度超過0.4微特斯拉 6.我國的高壓線建設標準遠不能滿足安全要求 我國的標準規定 持感應強度低於100微特斯拉就滿足高壓線建設標準